至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前停火了7天 有100多名的人职被释放 不过现在双方又再度重燃战火了 以色列是继续猛烈的空袭加萨 造成了30多人死亡 而哈马斯也对以色列南部发射了火箭弹 不过在人职谈判上 居中协调的卡达和埃及仍然没有放弃 持续在进行多方的协商 不过现在就传出 其实早在去年以色列官方就取得一份 哈马斯的攻击计划书 不过当时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忽略了重要的警讯 停火7天后 以色列和哈马斯再度重启战火 以军控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 在期限结束前一小时 拦截一枚从加萨发射的火箭弹 周四上班尖锋时刻 耶路撒冷一处巴士站也发生枪击案 两名巴勒斯坦人对等车的民众开火 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多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誓言 要消灭哈马斯 11月24号启动的停火经多次延长 哈马斯累计释放105名人质 巴勒斯坦240名囚犯也获释 周四最后一批被释放的8名人质 包括21岁具有乙发双重国籍的谢母 他曾出现在哈马斯对外公布的宣传片 当时他手臂受伤 接受治疗 呼吁外界尽快营救他们 现在终于重回家人的怀抱 随着妇女孩童一一火势 哈马斯手中的妇孺所剩无几 但仍有约120名男性人质在手 日前哈马斯宣称 这两名婴幼儿连同母亲死于乙军轰炸 现在特地公布父亲引带 呼吁以色列政府把他们带回家一起埋葬 尽管以哈双方已经重新开打 负责人质谈判的卡达和埃及仍不放弃 持续与各方协商延长停火 之前以色列设定一天至少放10名人质 来交换停火 但如今剩下的大多是男性和士兵 以色列执政党议员透露 原本1比3的人质囚犯交换比例 现在可能会变 以色列政府因人质危机 在国内面临庞大压力 但10月7号这场攻击 他们恐怕难辞其咎 纽约时报报道 异国官员其实早在一年多前 就取得约40页的哈马斯攻击计划 但却没有放在心上 大大忽略重要警讯 纽约时取得这份代号 耶利哥城墙的文件 上面没有写确切的攻击日期 但逐条概述如何入侵以色列领土 跟10月的突袭行动如出一彻 但当时以色列军方和情报官员 都驳斥这项计划太困难 哈马斯不可能实施 结果却是一场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 最大规模攻击 导致200多人被绑架 约1200人被杀害 根据纽时这份文件在乙军和情报高层间 大大流传 但不确定总理纳坦雅胡 或其他政治高层是否也曾看到 在台拉维夫持续有民众上街抗议 要政府加大力度把人质带回家 也呼吁避免重启战争危及更多生命 不过不幸的是 周五以哈再次开打 以色列战机空袭加萨 造成32人死亡 以色列南部火箭空袭警报 也再次响起 轰炸过后的瓦砾残骸 及时抵达医院的救护车 同样的场景再度在加萨上演 百姓寄望的战争结束 依旧遥遥遥无奇 请是关注客报道 有此一座 并且将近代